欢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频道 今集内容有一个新的转变 就是分开几个单元出片 话说有网友说 小火子你每条片都有些长 如果分开几个单元 逐一去讲 方便他去看 选择去看 或者是不用试过看那么多资讯 消化不完 OK 今集也是一个新的上司 都是Patreon优先 就是跟大家分开几个单元去讲 其实在Patreon都定时定后都会出些文章 不同的文章都有 都想录片跟大家讲讲 但是如果这条片太多资讯 就可能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你们反映一下 我就觉得分开几个单元都OK 每条片短一点 但性大一点 先说第一个帖就是草莱曼Define 其实最近都在找不少Define项目的修饰 收到几百里那些 但当中有很大的风险 其实收息来讲 最重要不是收到多少泥 收到多少钱 最重要是安全性 不然你就得不诚失了 就像之前所介绍的奔里 和一些Burger 如果是透过很多次 我都会一路到进步 会令到自己会有一个更加警觉 如果你觉得很高风险 完全可以不用参加这些游戏 直接买Bitcoin 保持住就OK 但如果你想多一点额外的收入 和一个 其实这个东西都要慢慢学 慢慢成长 我都会一一去练习 找一些资料 希望帮到大家 我也是那句 我说的东西 作为投资建议 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示范 有得有不得 大家自己衡量一下 我做完资料搜集 就帮到大家省时间 你自己都要再做资料搜集 再做一些分析 我自己就决定了 住码各方面 找了不少网页 最主要是 电药项目 有两种计划的方法 看看哪些安全 哪些不安全 有很多网 我都不详细多说了 我就按下去给大家看 之前介绍的MDX 经常有介绍的 现在我们按一个 给大家看看 这个荷尼玛 我都看到有几个网页 我先看看 我不在这里说 最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Certic 一个就是 我开不及了 一个就是DefineSafety.com 他就跟大家分析 究竟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 这个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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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的东西是齐不齐的 我在看这个荷尼玛 都比较高分 不过Certic 这个就有点不公正 因为给了一些钱 就做得了 所以大家注意 收息348厘 收息348厘 这些不详细多说 最重要的是 小货子有没有试过 试过你先说 究竟行不行 小货子是试过的 结论就一样 因为这样的操作 比Pancake 和其他MDX 複雜 第二 就是收息的回报 最主要是回报 就一样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要玩这个了 研究完 Safety方面都可以 但是收息方面 就比较複雜一些 这是两个币 你好像Liquidity Provider 一样 LP token 但是到最后 就发觉 没有MDX收息这么高 之外 就好像有一些 不知什么额外的 複雜性 我觉得 每部就不及不如 不理想 所以大家就 不要玩了 而且它的价格 长期偏低 我也有点害怕 今天录影的时候 就是2021年6月19日 下午的3.46分 Pancake 价格近35700 这种草泥马币 我就不建议大家玩了 我玩了少少 玩了几百元 一千元 每次都要试 不要成分身 那么疯 每样都是试 先 碰才多一点 不碰就立刻 缩了 今天价格长期偏低 以及网上有些言论 留言 这个东西有一些 骗局feel 但是其实 你玩了这些几百 都是贪快 贪心 所以 都是少许 拼回那个 刀仔巨大树 就算了 就不要分身 因为这些平台出事 是很常见的 但是我们找一些 相对安全风险 提数 高一点的平台 有哪些平台好一些 我现在搜索给大家看 你想看 这条都是 Patreon看到的影片 Define Safety 这个网上非常好 找到的给大家 这个网上比较公正 因为它没有收费 是自己的平台 随便搜索给大家看 这个 这个 相对高分 68分 Pancake 相对只有40分 所以大家想看哪些Define项目 就搜索一下 这个就不介意投资 就是这么多 第一个Post 由于这个影片 就想 就是说 这个草泥马 好像没什么隐忍 只能说多一个 我们说多一个 就是这个 第二个Post 就是 前几天行街 为什么突然让大家看这个 纸巾 大家知道纸巾多钱吗 我有留意纸巾多钱 因为我经常都会 在楼下买 纸巾 有几件 是特别便宜的 我买这款 好像韦达金装 不知道是金装 还会儿 但是不知道 昨天去买 这款 这款 当然了 其实超市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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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比较高 大家知道吗 我之前一两年前几年前吃饭 二十多元而已 现在一下就要到四五十元 我就觉得在三十多元一餐的期间好像很短时间 由二十多元到四十元的时间很短 一两年之间就去到四十元 随便出去吃一餐饭 大加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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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四十多五十元一个 什么烧米饭 大家看到通胀很厉害 通胀很厉害 各方面对你有什么影响 不用说了 意识主义全部都是钱 当中为什么会造成这件事 就是因为印银子 为什么印银子是一个 由始至终有什么人得益 为什么你永远都追不到通胀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在学校没有人跟你说 生活上也没有人跟你说 当中哪个人最好处 和学校教你怎么想 学校教你勤勤力力读书 然后找一份工作 然后就帮财团 帮政府做事 稳稳稳定定 这个字害死了很多人 这个字我一出来做事都听了很多 就是稳稳定定 现在我做的事是很不稳定的 你一创业一做其他事 就标签为异类 或者不正经 就是刚才我创业的时候 就被别人说 你正正经经找一份工作 你现在做的事是不正经 是不是做些什么 非法勾党 好色的东西 不正经的人 那我做一些不正经的做法 之前都分享过 不详细多说了 总之 这个图是特意画给大家的 这个图是非常之容易明白 有些人说QE很复杂 是QE很复杂 QE我插个图给大家看看 好像这个 Quantitative Easing 就是代表量化宽松 是一个非正常的货币政策 其实就是正常的了 正常化了 那货币政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联储局 就是全世界控制美金的地方 它就会有两种方法 去控制资金流出流量 或者是流入银行 流入企业流量的两个方法 就是印钱 简单来说 就是买债 和改变利率 只有两招 通常这两招的配合一起使用 效果就控制宏观调控的经济 就比较显著一些 有些人说 QE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看都不明白 那么多专有用词 那么多文章 那么多字眼 所以小科子就帮大家省下时间 其实就很简单的 就是美国央行 就看到一个经济一样 他想资议一些 资议一些公司去赚一些钱 从而令到社会的就业率 或者各方面稳定一些 令到各方面都开心一些 那么实际是否这样呢 那就提醒了 他就很简单 他要付钱钱的 但是付钱是有先后次序的 不会直接像现在香港 那么X麻烦 又说什么消费券 他就有个先后次序的 先和一些金融机构 和银行买他们的债 买他们的债券 买他们的债券 就是给钱他 跟着呢 银行就给回一些利息 这个央行 那么当然了 要享有这个超低息的 如果印太多太高息 如果楼下的成本就高了 就是楼下借太人 各方面的成本就高了 那么对刺激经济就没有效的 所以印银子呢 通常都是直接买债 而这个债是超低息的 可能一里至零 至零点几里 等等等等 但是当中这些这样的银行 得到一些流动性之后 这些流动性 好像我们的 Pancake Swap 流动性提供者 那么提供到这个资金 那借太人呢 就可以用一个便宜的成本 去银行借 接着他们就发展他们的业务 那么开支散业的时候 那些钱就一路流下去 那么去到下游业务 就出粮给工人 那么小伙子 为什么我们的东西会物价贵 但是我们的人工不胜 非常之简单 因为这班人都是聪明的嘛 你都会说 就是我现在给钱给你 你们全世界第一个有钱的人 那么你迟些要分发给其他人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当然你得到这些钱的时候 那你就可能 就是银行 或者一些机构 或者公司得到一些便宜的钱 那么他越知道迟些 那些钱涌下来的时候 就知道资产会增值 资金或者这些货币会贬值 那就是这班人就增加买资产 那可能发行一些 就是做一些叫做项目 有些名咸的项目 例如绿色 绿色行业 什么基建行业 什么行业 总之一定要拿到钱的 project 那我拿到钱之后 就买资产 买地买楼 买楼 买楼 买机器等等等等 那最后引致了一个货币贬值 那去到楼下呢 当资产已经升了的时候 先到楼下员工有得加薪 以防万一他们生活不了 那就加薪 那当然他们都是很聪明的 就不会完全令到他们生存不了 只是能够刚刚好追到通胀 或者追不到少少 那他们都不会发脾气的 所以这里最惨的受害人就是这里了 那受益人就是这里 那这帮人收到钱之后 第一时间买资产 那最下那帮人 在最迟收到钱之外 亦都收到最少的 亦都不会饿你死 亦都不会发达的 那这帮人最惨 那这个呢 就特意说的不好意思见谅 那就这么多了 那这个呢 就是小伙子给大家一个资讯 为什么会印钱呢 亦不到你 如果你上班的话 亦不到你 但是相反来说 你买资产 学了一些有钱人所做的 那就会成功 不过呢 始终买资产 如果想再快一点 就要用杠杆 但是过分杠杆 就有机会 引申那个泡沫问题 就好像呢 最近波缩那样 那他的资产都要买出来 那我就不评论别人了 总之大家买是量力而为 不要借那么多了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如果你不能去 反转这个QE游戏 你就要加入这个游戏 就是你不能够反转它 你只有加入它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恐怖 所以有些人说香港 那么痛苦 有些人那么开心 就是因为 他知道 不能反抗这个地产霸权 那你是继续它 然后去脱上其他人 这个就是这么残忍的游戏 这个就是资本主业 就是你脱上 你被人脱上的时候 那你怎么脱离那游戏呢 就是你继续脱上下一层 这个世界就是一层吃一层 这么恐怖 这个不用说了 这个就是通胀指数 有时就说 CPI为什么会这么高 5%呢 那个通胀指数 就是因为 上年基数低了 疫情之后 所以今年又高了一点 这个就是联储局所说出来的 所以暂时没有过热的迹象 就是暂时性的通胀 另外 这个QE图也说了很多次了 美国M2 这两年之间 就印了5万亿 那5万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 有美金历史以来 都是只有15万亿 那这一两年呢 就印了5万亿 那这一两年呢 就是代表印了 有历史以来的三分之一 那你就知道印了多少钱 还有呢 最近有两件事 就是美国救经济的拜登措施 就会再印三四万亿 那再加上这个 欧洲好像有一个新的会议 就达成了协议 就是说 会有一个欧洲的一带一路 会将会印六十万亿 你没听错 是所有的美金 加上的四倍 三倍的 就是三倍的钱 就会放到市场上 进行这个 对抗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 那这位朋友仔 就说现在吃过午餐 四五十元 很快到了 很快到六十元 一个麦当劳都没顶 就这么多了 那这条片呢 都是一个短片的分享 就告诉大家 为何QE会令到我们这么痛苦 就是因为上主的人 就收了这些钱 去了一个投资 我们落到工人 就等通胀 那当中 我们人工都会升幅的 但当那个升幅 是达不到通胀的时候 你就会好像越做越窮 越光族 甚至乎躺平一族 就是这样的意思 今天分享这么多了 那我们下条片呢 我也是那句 这个分章分派的一个做法 都是会问大家的意见 之后呢 还有两三条片 会继续分享 每条片大概 我预计录了多久 预计可能两三个字一条片 就免得太长 还有两条片 一个是Bitcoin算力下降 价格章售额 那你一个呢 就是每天出口述 每天带风向 令到呢 就是加息 每天都说加息 令到各位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究竟实情是否这样呢 那这个呢 都是Patreon的影片 文章 如果想早点看到 或者想读家看到 就要加入Patreon 加入Patreon 可以有这个抽奖 以及入Telegram 以及定期的文章分享 影片分享 那这就这么多了 第二点就分享了 我们下集再见 希望大家在这个 大家怎样 朋友们大家怎样 是不是很紧张 不用紧张的 我还有很多东西 想跟大家分享 究竟在投资路上 怎样可以简单化 还有 怎样可以最大化你的回报呢 其实 我下一条片讲讲 究竟怎样可以 其实一生人 都是一次 一两次致富机会 那我各位省会 另一条片再讲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